请听小说《仙逆》第四百三十一章 纠战雀巢 王兄 次遇见内记录了柳梅的意境 先被让我给你送来 我知道他有其目的 看与不看 你自行选择 朱武太离开了 拿着半壶酒 留下了一枚玉剪 王陵沉默少情 拿起玉剪神尸一扫 随之时间的度过 她的面色渐渐阴沉起来 柳梅的意境 谦幻无情道 在众多友情的掩饰下 蕴含着一颗无情的心 这一点 我当年便已经有所察觉了 这柳梅若是再来惹我 我也有方法破去她的意境 王陵双指一掐 玉剪碎裂 她站起身子 走进古传颂镇 开启阵法 消失在了此地 楚国是距离仙仪族最近的地方 在这里 仙仪族之人自然极多 楚国的云天宗早在多年前仙仪族刚刚出现时 便已经沦陷 成为了仙仪族的附庸存在 宗内的所有修士内都被种下了符文 所幸凡人界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只有一些距离修正门派较近的村落 在仙仪族的进宫中被法术牵连了 仙仪族除了带走那些拥有修仙资格的孩子外 并没有主动地屠杀凡人 这一日 在楚国西部的一座古传颂镇内 王陵走出 楚国的天空一片昏暗 此刻是白天 但阳光好似被天空的黑雾吸收了一般 丝毫没有半点落下 放眼看去 与夜晚无异 尤其是那从仙仪之地深坑那拔地而起 直插云霄的巨大植物 在如此近距离的观察下 充满了一股浩妙之力 让人望之 心中不由自主地生起了渺小之感 一个个仙仪族族人 时而在天空一闪而过 在他们的身后都跟着数个修士 这些修士的身体上浮现符文印记 双目呆滞无光 除了这些之外 楚国的大地上更是多出了无数的奇异植物 这些植物诡异的蠕动 好似海藻一般飞快的生长 楚国与当年王陵离开之时 变化太大 此地传送阵的运转 引起了仙仪族的注意 王陵几乎刚一出现 天边便有一大片黑雾急速涌来 黑雾中露出七八个数咒师的身影 他们看到王陵后 二话不说立刻运起体内的符文之力 呼啸而来 王陵神色如常 看都不看这些数咒师也 身子一动 一闪之下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他在了周如出生的村子里 此地一片焦土 一人多高的海藻植物正在摇曳摆动 再无半点人烟存在 王陵沉默了许久 轻叹一声 转身离开 云天宗 王陵没有去 他不是圣人 若是把云天宗的符文之力解开 那么对他们来说 非但不是帮助 甚至很有可能引来仙仪族的杀戮 在楚国一路飞行 王陵看到了众多的仙仪族族人 但这些族人 均都是在四页以下 极少有五页的存在 王陵原本正要离开此地 去域外战场搜集游魂 但此刻 他却内心一动 仙仪族目前巨大部分的族人 都集中在了朱雀大陆 此刻这仙仪族内 恐怕是余流不多 上次进入仙仪之地 只是进入到了第三层 这仙仪族数万年来 其内积蓄定然不少 眼下既然要离开这朱雀星 为了日后着想 倒是应该一探 王陵目光闪动 沉吟烧情 身子一动 向着仙仪族深坑 急迟而去 他一路速度极快 转眼间便来到了仙仪族深坑之外 在这里 那棵直插云霄的庞大植物 浩瀚的气息更重 这植物太大 完全把深坑带住 根本就无法进入 王陵站在这巨大植物的脚下 好似一个蚂蚁一般 毫不齐言 他看了看那棵巨大的植物 忽然神色一动 右手掐绝在身前一晃 顿时隐去了身形 少请 但见那巨大的植物之上 闪烁悠芒 一个午夜树皱师 从其内飘出 他整个人化作一团黑雾 向远处呼啸而去 他走后 王陵现出身影 他目光一闪 右手向前点去 顿时一道灵光 在其手指出现 急速地冲向那庞大的植物 灵光在碰到植物的瞬间 立刻崩溃 化作点点精芒 消散四周 有趣 王陵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一拍处待 一个木雕出现在手中 他右手一拍之下 口中轻吐 哗 那木雕顿时一震 起上闪烁青芒 转眼间 这青芒便化作了人形 迅速凝食 几期之后 一个与王陵一模一样的分身 出现了 这是鹰便修士 才可掌握的神通指数 以物化身 那分身出现后 没有任何犹豫 急速一冲 想着把整个深空 都要覆盖的巨大植物跃去 王陵目不转睛 盯着分身 但见分身碰到那巨大植物的瞬间 植物的粗大枝干上 立刻闪烁几个黑色的符号 符号一闪之下 立刻化作一条条黑色的丝线 以极快的速度 疯狂的钻入分身体内 顿时分身一颤 双目立刻暗淡 重新化作木雕 摔落在地上 王陵目光闪动 看到这仙仪族难怪清朝而出 原来是有着奇异植物守护 等先之人 轻易无法入内 王陵沉默少许 右手一拍处在 手中多出了一杆金色魂帆 这魂帆并非十亿尊魂帆 而是以麒麟兽为主魂的内感 王陵口袋里的魂帆 一共有三杆 其中一个是十亿尊魂帆 一个是以麒麟残魂为主的千魂帆 另外一个则较为普通 是当年他自己炼制而成 同样也是千魂帆 魂帆一抖 其上飘出了一个结丹魂魂帕 王陵心念一动下 此魂魂立刻飞向那庞大的植物 王陵目光闪烁 盯着那魂魂 但见此魂 好似没有阻碍一般 居然穿透了植物 从始至终 植物上没有任何的浮温闪烁 王陵眼中精芒一闪 又取出几个魂魄 尝试之下 同样没有任何阻碍的 进入到了植物内 有意思 隔绝灵力 隔绝木雕 但对于魂魄 却是可以任意同行 这株植物 有趣 王陵手中魂翻一头 此魂翻内的两千多个魂魄 连同那麒麟残魂 顿时呼啸而出 在王陵心念一动间 这些魂魄立刻密密麻麻的 向着王陵凝聚而来 紧贴着他的身子 形成了一个魂魄组成的铠甲 尤其是那麒麟残魂 他贴在王陵的脸上 形成了一个麒麟的图腾 散发出阵阵筋芒 王陵没有任何犹豫 身子一动 冲向那巨大的植物 这一次 他感觉到了一股冰浪之意 在身体上扫过 最后 整个人穿透了那植物 进入到了其内部 在植物之内 是一片晶莹的世界 原本在此地的深坑 此刻从其内散出 一股股黑烟 不断的升高 被这植物吸收 四周一片安静 王陵抬头看了看上方 在那里 顺着四周植物的内壁 越是往上 精芒便越多 一只延伸到植物的顶部 一眼看不到头 只能看见其上有很多 好似洞穴一般的分支 显然 这些分支 便是这株巨大植物的 零散之干 向下看去 则是王陵熟悉的深坑 锦内此刻漆黑一片 只能看见黑气 不断的上涌 王陵沉吟少许 身子一动 一跃进入深坑 呼啸的声音 在耳边回荡 王陵轻车熟路 很快便落在了第一层 他身子尚未落地 便一闪之下 消失无影 应变初期的就位 使得王陵的神识范围更大 瞬移的距离也更远 一个瞬移便来到了 第一层 进入第二层的入口 在他的神识横扫间 整个第一层 只有数个数周室 均都是三页左右 王陵没有停顿 直接进入了第二层 瞬移之下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了第三层 当年与炼气阁老者等人 凝炼轮回果之处 此地空无一物 只有地面上 一个不大的深坑 那里便是当年 轮回树生长的位置 看看四周 王陵身子再次消失 这一次 他出现在了进入第四层的入口 在那里 王陵刚一现身 便立刻神色微动 隐去身影 没过多久 只见远处飞来一张巨大的人脸 再进入第四层的入口处 那巨大的人脸 砰的一下 化作了一个六页树种式 此人中年 身子大部分地方 都画满了符文印记 在他的身后 跟着十多个双目呆滞的修士 那六页树种式身子一跃 从入口跳下 他身后的那些修士 也立刻跟随 王陵目光闪动 悄然无息地 跟在这些修士身后 进入到了第四层 第四层的世界 比前三层多了一些光亮 只见那六页树种式 来到此地后 李克身子再次化作人脸 一卷之下 把那些修士 全部笼罩在了黑雾内 向着远处飞去 王陵也在此人的黑雾之下 以王陵的修为 那六页树种式 根本就没办法察觉到半点 那六页树种式速度极快 一注香后 便来到了这第四层的中心位置 那里有一棵一人多粗 三丈多高的轮回树 只不过此树有些诡异 它没有枝叶 在其上方 飘着一个椭圆形的光团 在光团内坐着一人 此人是个老者 双目紧闭 全身赤裸 胸口处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 他的身上 几乎所有的位置都布满了符文 在其额头上 一株八叶植物 缓缓闪烁 同时 在此人头顶 还飘着一个散发出 阵阵沧桑气息的符文 这幅文极为复杂 一眼看去 不免眼花缭乱 在树下 站着十多个六页树肘式 这些人彼此没有交谈 在他们的身后 每个人都带着十多个修士 说 仙匿 第四百三十二章 祖福头骨 王林暗中跟随的 那个六页树肘式 他来到这里后 立刻重新化作人形 落在了一旁 王林在对方幻化的瞬间 隐去了身形 以他的修为 此地众人断然不可能发现 没有那在轮回树上 盘膝打坐的八页树肘式 才有发现王林的资格 王林一眼就看出 那八页树肘式 身受重伤 极为虚弱 就在这时 轮回树四周的六页树肘式 一个个盘膝坐下 口中传出 阵阵复杂难明的咒语 与此同时 一个个符文在他们的身上涌动 最终脱离而出 飘在半空 此刻 这些树肘式身后的那些修士 一个个双目茫然地走向轮回树 在轮回树下 盘膝而坐 此地密密麻麻 也有数百个修士 这些修士 王林早就看出 他们修为相同 都是结单起 此刻 这数百个修士刚一坐下 立刻那些六页树肘式 同时大喝一声 这声音响亮之中 带着诡异 随着他们一声大喝 那些飘在四周的符文 立刻疯狂地向着轮回树冲去 转眼间 这些符文便融入轮回树内 消失不见 但立刻 那轮回树 漠然一震 一根根柔软的枝条 从树干上飞快地生长出来 他们好似一条条长蛇 飞舞中向着四周扩散 立刻卷住了一个个修士 几乎是眨眼之间 轮回树下所有的修士 都被这数之不尽的枝条捆绑 拽扯着升空 这一幕在亡灵看来极为诡异 三丈多高的轮回树上 延伸出无数的枝条 每一根枝条都捆绑着一个修士 随着枝条的摇曳如动 此刻这轮回树 好似活了一半 它在流伤 亡灵目光一闪 只见那轮回树上 出现了数个符纹 一闪之下 所有被枝条捆绑住的修士 立刻身子矩阵 全身血肉精华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萎缩 与此同时 这些修士体内的灵力 也如脱缰的野马 不受控制地冲出身体 顺着枝条 融入轮回树内 血肉精华与灵力 被轮回树吸收好 以一种奇异的方法 转化成为了一股 可以让那个八叶树咒师 恢复伤势的奇异力量 迅猛地顺着轮回树 钻入到那八叶树咒师体内 此人胸部的伤口 慢慢地收拢 其身上的气息 也渐渐恢复 亡灵眼中寒芒闪动 身子漠然移动 化作一道虚幻之影 在四周那些六叶树咒师 根本就无法察觉的情况下 一闪之间 出现在轮回树上 那八叶树咒师的身旁 它的速度快若闪电 刚一出现 右手立刻抬起 向着那包裹八叶老者的光圈抬去 亡灵的右手 闪烁一股乳白色的光芒 这正是先例的表现 不出手则已 出手便毫不留情一举杀敌 那光圈内的八叶老者 此刻猛地睁开上眼 目中露出一丝惊骇 亡灵的手掌 拍在了光圈之上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隆声 立刻传遍整个第四层 强大的冲击力 顿时掀起层层起了 轮回树下的那些六叶树咒师 立刻被生生地吹出了数百丈远 一个个喷出鲜血 体内浮纹之力不稳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 稍有不慎 便会死亡 应变修士 其中一个六叶树咒师 在喷出一口鲜血后 疯狂地尖声劲道 此言一出 其他的六叶树咒师 顿时身子一颤 二话不说 洗身就逃 若是在亡灵没有达到应变期之前 他无法一掌之下 不用任何法宝 就发挥出这等惊人的威力 这一掌 几乎与本尊三星古神的一拳相当 因为这一掌内 蕴含了仙力 应变其修士 之所以强大 之所以在任何一个修真心 都可以享受尊荣 正是因为仙力的存在 八叶老者的光圈顿时崩溃 那老者身子一颤 喷出一大口鲜血 头顶之上沧桑的符文 立刻一闪之下 出现在他的身旁 阻拦住呼啸而来的仙力 一股浩渺之力 从那符文之上传出 亡灵的一掌 不由得略微一缓 这一缓之下 那八叶老者立刻大吼一声 身子顿时暴退 好似流星一般迅速逃顿 你跑不掉的 王霓木中寒芒闪动 手掌向下一按 派在了轮回树上 狂猛的仙力 疯狂的呼啸冲出 钻入轮回树内 但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从轮回树内传出 紧接着 此处顿时轰的一下 崩溃了 化作一片片碎木 那些从树干上延伸而出的枝条 立刻随之节节断裂 数百个修士的身体 立刻从半空摔下 他们在落地的瞬间 双目顿时清明起来 迷茫之色一扫而空 离开这里 王霓匆匆的留下一句话 身子一动 快若闪电 冲出吹击那逃顿的八叶老者 同时 他一拍楚带 文寿庞大的身子 立刻出现在半空中 他与王霓多年 灵智已开 不用王霓吩咐 便知晓主人的意思 现身后 文寿立刻厉笑一声 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 冲向其中一个逃顿的六叶树周师 巨大的口气一字之下 直接从这六叶树周师的头部刺进 以吸之下 此人顿时惨叫 身子立刻迅速萎缩 最终化作皮包骨 彻底死亡 干掉一个 文寿毫不犹豫地 立刻把口中那干尸一抛 冲向下一个 依他的速度 即便这些六叶树周师 跑得再快 也快不过他 那些四周 劫后余生的劫丹修士 其中有一人 看到王霓后 立刻认出了王霓的身份 惊喜道 始祖 王霓明走前回头看了那称呼自己为始祖之人 此人 有些陌生 他也没细问 一闪之下 向那逃走的八叶老者追去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实际却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的 王霓身影如若奔雷呼啸而出 他前方远处 那八叶老者面色苍白 咬牙逃顿 他本是五祖大人身边的八叶树周师 即便是在仙仪族 也是身居长老之位 享有大权 这次仙仪族临世 死在他手中的修士 数不胜数 在一个月前 他被朱雀国的一个鹰变后期修士所伤 险些死亡 最终被送回此地 以轮回树疗伤 但他却没想到 居然在疗伤之际 出现了一个鹰变修士 只要套到第十一层就有救了 三祖大人守护祖灵树时 被朱雀子重伤 在那里疗伤 我若是能逃到那里 三祖大人定会出手救我 八叶老者一咬牙 想着进入第五层的入口 急驰而去 王林在其身后紧追不舍 他目光闪烁寒芒 右手一拍楚带 顿时仙剑在手 拿着仙剑 王林深吸口气 体内仙力涌动 融入仙剑之内 受死 王林口中青土 右手抬起 手中仙剑散发出刺眼的白芒 一展之下 好似开天辟地一般 整个第四层的大地 默然一阵 仙剑的剑芒化作一道巨大的光影 瞬间呼啸而去 八叶老者面色大变 他尚未回头就已经察觉到身后 那让他头皮发麻的强大气息 若是他没身受重伤之时 倒也有方法抵抗 但此刻他已经是强奴之末 体内油尽灯枯了 老者苦涩地大吼一声 猛地转身 双眼露出一丝疯狂 他在那蕴含了先例的剑芒呼啸而来的瞬间 一拍额头大喝道 祖福 之前他疗伤时 飘在其额头 阻拦王林蕴含先例一掌的那个符文 漠然间出现在他的身前 此符文极为复杂 散发出阵阵沧桑的气息 王林目光冰冷 停在了摆杖之外 在他身子停下的瞬间 剑芒与那符文 轰击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巨响 掀起三丈多高的气篮 向着四周席卷而去 生生地把大地刮去了三尺 那祖福之上 传出咔咔树声碎裂了 连在他后面的那个老者 也是双目暗淡 气息飞速地消失 老者胸前的伤口碰出大量的鲜血 他双眼虽说无神 但却有浓浓的恶毒透出 顶着王林 撕声道 你是谁 我是谁 不会告诉你 王林身子一闪 出现在老者的身边 右手掐掘 打出一道印记 融入此人体内 最后 手中先剑一推 老者的头颅 立刻脱离了身体 被王林抓在手中 那老者的身体 砰的一下 倒在了地上 王林右手 食指点在此人头颅眉心 少请他眉头一皱自语道 没有魂魄 他在砍掉对方头颅的瞬间 已经施展了练魂宗的秘术 可以保证此人身亡后 魂魄凝聚在头颅内不散 他沉吟烧情 看了那头颅一眼 右手一挥 一团幽光立刻包裹头颅 顿时呲呲之声传来 老者的头颅血肉 立刻被生生烈化 只是 此人的头骨 却是在忧火之下 没有半点融化的迹象 在头骨上 好似被烙印一般 刻着一个破损的黑色符号 这符号 与刚才老者释放的祖福 一模一样 沉吟烧情 王林把这头颅收入楚带内 身子一动 向着远处 急驰而去 他飞行间 远处传来阵阵破空之声 只见文兽的身子 一闪而来 他巨大的口气上 此刻是鲜血淋淋 目光露出愉悦之色 收了文兽 王林在第四层横扫一圈 再没有发现任何轮回数 这才进入了第五层 第五层的范围 比之第四层要大上一圈 地面上不再是光秃秃 而是生长着在楚国王林看到的海藻类的植物 远远看去 绿油油 密密麻麻连成了一大片 这些植物 叶子缓缓摇曳 好似蕴含了某种规则 若是看得时间长了 身子会不由自主的随之而动 在第五层 王林神石察觉到第三棵轮回树 每棵树上都有一个八叶树咒师在疗伤 他们的伤势均都是极为严重 处于弥留之际 王林目中寒芒闪动 甚至一闪向着其中一个瞬移而去 只是 在他身子刚刚来到那轮回树之旁时 忽然他神色一动 毫不犹豫的一闪之下 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是在百丈之外 只见在他刚才站立之处 地面的那些海藻植物 忽然诡异的蔓延 几乎在他身子消失的瞬间 那些植物便砰的一下 撞击在了那处位置 紧接着 整个第五层地面上 所有的海藻植物 全部诡异的生长 相互盘绕在一起 形成一个个拥有人形植物 这些生物全身由海藻植物组成 散发出阵阵诡异的气息 它们的下肢 与海藻植物连接 腰异的如动生至半空 转眼间 王林的身体四周 便密密麻麻出现了 无数这一类生物 外来者 离开这里 一个分不清是男是女的声音 从这些生物口中传出 带去阵阵回音 王林眼中露出寒芒 这些奇异之物 每一个都拥有相当于原鹰起的修为 他没时间与这些生物纠葛 二话不说一拍处带 顿时十亿尊魂帆在手 魂散 王林口中倾吐 顿时一个个魂魄 从尊魂帆内哭笑而出 密密麻麻笼罩罩四周 尊魂帆内的魂魄 只剩下六亿多 诸魂包括顿天在内 剩下二十六个 这些魂魄融合 无法形成问鼎后期之魄 就连问鼎中期也无法拧集而成 但拧集出一个问鼎初期的魂魄 还是可以做到的 王林深知 此行需要快刀斩乱麻 绝不可拖泥带水 所以一出手便是尊魂帆 容 王林低贺 五亿魂魄 十多个主魂 在王林融字出口的瞬间 立刻融合起来 转眼间 化作一个散发出 强大威压的问鼎之魂 此魂一现 顿时整个第五层 立刻轰然一颤 剩余的魂魄与主魂 则盘旋在王林身体四周 呼啸中 传出阵阵的凄厉吼叫 王林知道 这问鼎之魂 无法存在太长的世界 心念一动下 口中喝道 杀 那问鼎初期之魂 双目一闪 身子漠然一动 右手随意的向前一挥 顿时整个大地轰然震动 所有的海藻类植物 在一瞬间 好似被一把无形的镰刀横扫般 纷纷碎灭 王林没有犹豫 身子一动 冲向轮回树 右手向前一点 顿时盘旋在其身边的魂魄 立刻呼啸而出 吞向轮回树 轮回树顿时崩溃 其上的那些八叶树皱石 喷出一口鲜血 身亡 这一过程始终在持续 王林带着问鼎之魂 拿着十一尊魂帆 在整个第五层横扫一圈 剩余的两个疗伤中的八叶树皱石 被他一一杀死 割下头颅 炼化血肉 受了其刻着符纹的头骨 对于仙仪族 王林半点好感军武 他一路速度极快 直接进入到了第六层 在这里 他就好似一个凶魔一般 只要遇到仙仪族之人 立刻杀了 他的目标是轮回树 第六层 轮回树还是三棵 在问鼎之魂的威力下 第六层三个疗伤之人 再次死亡 一路势如破竹 第七层 第八层 王林一直冲到了第十层 在第十层 问鼎之魂溃散 化作虚弱的魂魄 飞入尊魂藩内 无法再次召唤而出 尊魂藩被王林收起 此番在这一路上 他曾仔细研究过 问鼎之魂虽说强大 可惜时间太短 而且终究的凝化而成 与真正的问鼎修士 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 每凝化一次 对魂魄的伤害极大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可恢复过来 这也是当年顿天 不到万不得已 只是凝化而出 震慑敌人 而不是让问鼎之魂 出手的原因 一路之上 连同之前的也算上 王林一共杀了 十九个八叶束咒师 这些束咒师 均都是身受重伤 才被王林杀死 说起来 均都是死不瞑目 同时在每一层 都有类似第六层那样的 奇异之物作为防守 若是王林没有问鼎之魂 在第六层便会不得不停止 无法再次进入 即便是仙仪族 也绝对没有想到 会有一个问鼎修士 杀入巢穴之内 毕竟朱雀星上的问鼎修士 不算云雀子 只有三个 朱雀子在朱雀山 楚云飞 被逼离开了朱雀星 地魂门的那位 则是受伤极重 在一处隐秘之地疗伤 若是没有问鼎修士 以仙仪之地的防守 绝对无碍 从第六层到第十层 盲民收获颇多 头骨他不知作用 但灵石他怎么也没想到 仙仪族居然存放了这么多 按道理来说 这些灵石仙仪族似乎用不到 他们使用的是符纹之力 吸收妖兽而成 这些灵石内的灵力 对他们不用 虽说灵石对王林来说 已经看不上眼 但这种东西是修士之中的货币 自然多多益善 一路之上 王林搜刮到了大量的灵石 这些灵石即便是放在一个四级修真国内的宗派 也是足够这个宗派千年所需 不过 与这些灵石相比 仙仪族八叶数仇师的头骨 更让王林感兴趣 他虽说不知道头骨的作用 但每一个头骨上的符号都不相同 其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几乎与一个应变修士一模一样 王林有种感觉 这些头骨绝不简单 应该远远的超过灵石的价值 他的感觉很准 在天运星上 这种与修士截然不同的力量体系 修炼者的力量精华 价值惊人 头骨便是仙仪族的力量精华所在 有一种秘术 可以把头骨上的符纹逼出 从而获取符纹之力 若是能获得九页以上的树肉式头骨 其价值更是极大 在星空中有一些星球 其上的援助者拥有一些奇异之力 是与修士截然不同的存在 这些援助者受到修真联盟的注意 他们没有把这种不同的存在毁灭 而是以一种类似圈养的方式 把他们一代一代养大 然后再一代一代灭杀 如此一来便可取得无限的力量精华 圈养其他种族 自然要给一些食物 王林现在头骨一共有十九个 他把这些头骨收好后 望着进入第十一层的入口 犹豫了起来 他不知道这仙仪族共有多少层 但这一路上若无问鼎之魂 他绝对无法进入到这里 面对第十一层 他没有把握 只是站在这里 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好似下面的十一层 又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一般 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目光一闪 没有急于下去 而是在地面上摆设出一个阵法 这个阵法正是他当年 与巨魔族老祖一战之前 为了抵抗其天赋神通 从顿天手中拿到的御检索刻 一个小型的传颂阵 轻车熟路的把阵法摆下后 放进一枚仙玉 王林看向进入第十一层的入口 其内漆黑一片 散发阵阵黑烟 这一点与其他几层不大一样 王林右手拿着仙剑 仙力凝聚 身子一跃 从洞口跳入 此洞不深 没过多久 王林便穿透了洞穴 进入了第十一层 在进入到这里的瞬间 王林面色立刻古怪起来 这第十一层不大 地面被挖出一道道沟壑 这些沟壑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符号 红色的液体在这些沟壑内流动 映入王林眼中的便是这血红色的符号 与此同时 一股阴寒之气 从地面上透出 显然 这里是一处阴寒之地 在那符号的正中心 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子 静静地飘在半空 她的头发 无风自动 充满着妖异之感 这女子身子凹凸有致 极为完美 全身洁白 没有任何的符文印记 唯有额头上 闪烁着一个酒夜之物 女子相貌极美 王林一生所见的女子 除了仙师之外 唯有柳梅能与此女一比 这女子王林从未见过 但她却不知为何 看到这女尸时 有种熟悉的感觉 在这女子的上方 有一个打开的画轴 画墓里闪烁九个静芒 这些静芒环绕在一起 形成一个圆形 紫紫黑气 从画墓内散出 钻入女子的眉心 在看到那画墓的瞬间 王林内心一震 这画轴 他很熟悉 与他处代理的那个 至始至终都无法操控的画轴法宝 一模一样 此刻 地面上的血红符号 漠然间闪烁 那飘在半空的女子 眼睫毛一颤 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她的眼睛很明亮 带着一丝幽光 极为动人 其内好似有股 妖艺之芒 让人望之心头 不由地生起茫然 在看到死女目光的瞬间 王林脑中猛地一震 他终于想到了 为何看到这女子 有那种熟悉之感 王林手中的仙剑 此刻发出阵阵剑鸣 见魂许丽国 从其内幻化而出 直勾勾地盯着那女子 口中喃喃自语道 仙子小妹妹 谢谢你 把我当年化身成为 修士感悟出的 一丝意境残魂 送来了 小说 仙逆 第434章 你可愿 王林面色难看 盯着对方 一语不发 许丽国直勾勾地 望着那女子 身子一动 从仙剑之上脱离 向着女子飞去 口中喃喃说道 仙子小妹 你别怕 你家许哥哥来了 那女子微微一笑 双目露出奇异之毛 抬起匆匆玉手 向前一点 落在了 叙利国眉心处 在他的手指 落下的瞬间 叙利国忽然 嘴角露出一丝嘲笑 他身子一晃 顿时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道 剑芒 呼啸而至 贱人 你家许爷爷 吃过一次亏 岂能再吃第二次 那女子脸上 笑容更盛 面对呼啸而来的 剑芒 轻轻地吹出一口气 顿时 剑芒 砰的一下 再碰到那口气的瞬间 崩溃消散了 这一幕下的 徐利国立刻一闪 一闪之下 回到了王林身边 钻入仙剑之内 你是谁 王林沉声道 那女子望着王林 轻声道 当年修士中 他们称我为魅姬 在仙仪族 我是三祖 王林目光一闪 缓缓说道 原来是三祖大人 今日晚辈 误闯自定 不再逗留 告辞 说着 她身子 慢慢地向后退去 那女子眼中 波光流转 娇笑道 不要称呼 人家三祖大人 我喜欢听 别人叫我魅姬 今日你来到了这里 想走可以 只要你听话 那女子御守 向前虚空一点 顿时回到了 第十层的入口 立刻封锁 消失了 王林眉头一皱 冰冷地盯着女子 说道 宣伪是何意 女子御守眼口 眼中带出一丝魅态 轻笑道 我能有何意呢 只不过是想让你 知晓一下 人生的美妙而已 我在你的身上 可以闻到一股 很干净的味道 想必你修炼至今 尚还未尽女色吧 今日 却是便宜了我呢 王林眼中寒忙更重 平淡地说道 你能在此地出现 定是重伤未愈 三族大人 你可认识此物 他说着 一拍楚无带 顿时 十一尊魂帆出现在手中 一抖之下 其上透出 阵阵凄厉吼叫 这声音 直接穿透灵魂 直达魂魄深处 那女子目光一闪 盯着王林手中魂帆 一字一字地说道 只一尊魂帆 王林左手一点仙剑 一丝仙力涌入 仙剑之上顿时闪烁白芒 王林一挥之下 顿时仙剑破空斩下大地 但听轰的一声 地面留下一道深深的沟壳 这一集 我只运用了异常的仙力 王林看着那女子说道 原来是个仙宝 那女子目光一寒 那女子目光一寒说道 莫非你以为 凭着两样法宝 便可杀我不成 若是你全胜时期 我没有把握 可现在我断定你受伤极重 前辈 莫要逼我 这样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今日之事 在下告退就是 你继续疗伤 我离开仙宜之地 王林平静地说道 其实她面对这女子 内心半点把握都无 对方毕竟是相当于 问鼎老怪一般的存在 即便是受伤 也会有一些神通之术 不像是那些八叶树周诗 王林已问鼎之魂 在其重伤之下 杀之不难 女子微微一笑 好似看向情郎一般的目光 投在了王林身上 娇笑道 人家也没有难为你 只不过就是想与你 春风一度而已 何必把我拒之门外呢 况且我仙宜之地下面 共有十九层 过了姐姐这层之后 下方可是含有我仙宜族力量的奥秘呢 若是有我仙宜族第一代组长的残魂守护 你既然有十亿尊魂藩 难道就不想去收了仙宜残魂吗 王林盯着对方 语气冰冷说道 我给你三喜事先考虑 是战是走 在你一念之间 女子轻叹 右手虚空一点 之前消失一空的出口 漠然间再次出现 既然你不想与我亲近 那人家只有让你离开了 不过 我的那丝异境残魂 你要留下 王林身子后退冷静地说道 我离开仙宜之地前 自会把它放出 以你的神通取之不难 说着 王林脚下一动 闪电一般冲向出口 那女子眼中露出一丝寒蟒 嘴角透着冷笑 内心暗透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自投罗网 只是 她的笑容 在一瞬间突然凝固 但见王林的身子 在飞到那出口的瞬间 漠然一顿 没有进入出口 而是双手掐掘体内 先力缭绕 转眼间 脚下出现了一个 闪烁白忙的阵法 漠然间 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王林在了第十层 他刚才布置的传送阵内 现身后 他没有任何停顿 急驰而走 好谨慎的笑修士 真是让人家喜欢得不得了呢 若是吸了它 应该可以让我的浮温之力 多少恢复一些 女子舔了舔嘴唇 眼中露出一丝银血之光 若是他刚才动起手来 还真有些麻烦 此地若是被他破坏了 说不定 我只能硬下心来把他杀了 如此一来 却是浪费了 现在 他离开了这里 倒也能让我放开手脚 把他生禽享受一番 姐姐看中的人 是跑不掉的 他向着头顶的画轴 一点轻声道 把他给我抓回来 他话音一落 其头顶的画轴 顿时收拢 一闪之下 消失在了原地 婴变气的小家伙 居然还未尽女色 女子右手摸了摸嘴唇 眼中的银邪之芒 更浓轻声道 小家伙 快些回来吧 姐姐都有些等不及了呢 王林一路急迟 他神识散开 暗自警惕 他才不信对方 会如此轻易地 让自己离开 他速度极快 没过多久 便从第十层 回到了第二层 眼看第一层的入口 已经在目了 王林正要顺移而去 但就在这时候 他忽然神色一变 手中的仙剑 梦得向后一展 但听斯拉一声 仙剑之上的剑芒 立刻落在了 王林身后的虚空中 虚空之处一晃之下 那之前飘在女子 头顶的画轴 现出了虚影 王林面色阴沉 回头盯着那画轴 这画轴之上 散发出妖艺黑芒 此刻一晃之下 徐徐打开 露出其内的黑色画木 其上的十个紫光点 形成了一个圆形 这些光点散发奇异之力 漠然一转 顿时 一个蛇形的符纹 从那十个光点内闪现而出 一晃之下 脱离画轴 漠然间形成了一个长约千丈 争鸣无比的巨大蛟龙 这蛟龙身上的气息 几乎与荒兽相当 他出现后 立刻咆哮一声 向着王林漠然间一口吞来 在这蛟龙的额头之上 闪烁之前出现的蛇形符纹 王林手中仙剑一展 剑芒顿出 但直接的穿透了此蛟龙 好似此物 并非实物一般 莫非先例对其无用 王林内心一惊 那蛟龙咆哮而来 一股腥臭之气扑面而来 王林双手掐绝 一道禁制立刻成形 这禁制内蕴含了仙力 一出现便散发白芒 莫然间印在了吞噬而来的蛟龙口中 砰的一声巨响 那蛟龙痴痛之下 身子一缩 在其口上 这白色的禁制 好似一张巨网 使得他的大口 无法再次张开 蛟龙低吼 身子漠然一冲 快若闪电 向着王林撞来 王林目光一闪 仙剑横在身前 蛟龙一撞之下 王林的身子立刻向后抛去 他借着一撞之力 顿时来到了 进入第一层的入口 一闪之下 消失在了原地 此刻 画轴之上的十个紫色光点 再次一转 这一次 一个虎形符文闪烁而出 画作了一只黑色的巨大猛火 此虎身子百丈大小 出现后 虎爪一扫 蛟龙口上的尽致 立刻破碎 一龙一虎顿时呼啸而出 追上了第一层 在他们身后 那画轴散发妖艺之芒 慢慢的飘去 王林刚刚来到第一层 那一龙一虎便追了上来 区区法宝便想把王某困住 却是小瞧了在下 王林墓中寒芒闪动 一拍除袋 他手中立刻多出遗物 此物正是那从始至终 他都无法操控的画轴 眼下看到了与死画轴 一模一样的法宝 王林扶制心灵 拿出此物决定一事 此物一现 那紧追不舍的蛟龙与猛虎 立刻身子一顿 居然不敢上前 停留在百丈之外 不断的咆哮 眼中露出狐疑之色 王林目光一闪 拿着画轴一扯之下 画轴立刻打开 他的画轴内 一片黑幕中只有一个紫色星点 在画轴打开的瞬间 那蛟龙与猛虎 立刻停止了咆哮 直勾勾的盯着画轴 眼露奇异之盲 此刻 在他们身后 那拥有十个紫色光点的画轴 也跟了上来 眼前的一幕 有些诡异 两个外表上看去一模一样的画轴之间 间隔了数百丈 在中间 则是蛟龙与猛虎 这两头妖兽 脑袋一晃 分别看了看这两个画轴 眼中露出了迷茫之色 在十一层的三族 此刻 面色巨变 福寿图谱 此人怎么会有我仙遗族之宝 莫非是哪个仙族当年流落在外的不成 女子 目光一闪 口中轻吐 收 此次出口的瞬间 在第一层 那拥有十个紫色光点的画轴 顿时一震 蛟龙与猛虎 立刻化作两个闪烁乌芒的符文 一动之下 向着画轴飞去 就在这时 忽然亡灵扔出的那个画轴之上 画目中唯一的一个紫色光点 一闪之下 从画目内出现 化作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子女看不清面貌 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须影 这女子抬起手 向着蛟龙与猛虎化作的两个符文一照 这两个符文顿时一震 没有任何犹豫 调转方向 立刻向着那女子飞去 在女子身边盘旋 好似极为喜悦一般 紧接着 那女子慢慢的回到了画轴内 与她一同进入画轴的 还有那两个符文 十一层的三组 面色顿时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显然是符兽被罩走 引起伤势 她脸上露出惊荣 这是我族哪位仙族 她居然把自己封印在了符兽图谱内 甘愿自己成为符兽 三组深吸口气 右手再眉心一点 她额头上顿时出现了一株酒叶之物 符兽图谱 说 第一层 受三组操控的那个画轴立刻收拢 画作一道幽光 消失在了原地 王林目光一闪 二话不说 一把抓住自己扔出的画轴 没时间查看 收入楚戴后 向着出口一闪而去 在仙怡之地深坑处 王林召唤出魂魄 包裹全身 从那庞大的植物内冲出 此刻 外面已经是深夜 漆黑的一片 她献身后 身子一闪 消失无影 三组的那丝意境残魂 王林没有归还 似乎既然已经脱离了三组 便是单独的存在 不受三组操控 否则的话 当年的巨魔族老祖 也不可能获得此物 甚至于三组在看到王林时 若是可以操控 恐怕早就拿走了 另外 王林从那三组的言谈之中 可以感觉到 死人对于这个意境残魂 并不是很重要 似乎可有可无 不过 对于王林来说 这一丝意境残魂 却是大有用处 这是他日后对付某人的一个终极手段 朱雀山上 朱雀子此刻在后山近地 盘膝打坐 在他的身前 飘着一个红色的晶石 此晶石的样子 呈心形 正是操控修行之经的 修行之心 烧情 朱雀子 朱雀子 睁开双眼 其目内露出一丝疯狂 这种目光 在他身上并不多见 云雀子 老夫不恨仙一族 但对你的恨 却是滔天 你这个叛徒 你判得好 当你偷袭我的一刻 我虽说是受伤了 但我的心却是兴奋 千平海 你若有灵心眼看看 这就是你当年选举之人 云雀子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天字相差不多 但为什么上一代朱雀子 千平海 对你却总是另眼相看 对你赞誉有加 对我 则是谩骂不断 看下我的目光透着寒意 好似我一旦出错 便会杀了我一般 当年他给我朱雀玄镇时 我极为兴奋 我对他的感激颇为强烈 甚至把以前的所有不快 都忘得一干二净 脑子里只想一件事情 那就是以此生奉献给朱雀星 做好朱雀子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潜平海 居然这般恶毒 那朱雀玄镇 根本就是一个双刃剑 每使用一次元神 就会损害其他 一旦自数多了 元神会终身损害 永无恢复之日 一直到他死 我都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朱飞老夫当年暗中处理 筹划了多年 终于在上一代朱雀子 死前弄到了修行之心 恐怕这一代朱雀子 朱雀子就不是老夫了 潜平海 你眼睛瞎了 居然临死之前 指着云雀子 为下一代朱雀 若老夫真的按照你的吩咐 把修行之心交给了云雀子 现在的朱雀星 早就成了仙遗族的天下 潜平海 你这个老皮肤 你的肉身老夫 并没有暗葬在朱雀之墓内 他是卖给了石英宗 只有这样 才可以把老夫对你的恨 缓解一二 潜平海 事实证明 我才是最适合成为朱雀子之人 你当年错了 大错 老夫找遍整个朱雀星 终于从你的后人中找到了前锋 此人身上具备与你一样的灵根 他的样子也与你当年相差不多 每次看到他 我对你的恨便会浓上几分 老夫要把他养 给他朱雀玄阵 就好似当年你对我一样 我每次看到他使用朱雀玄阵 我的心就充满了快意 只有这样我才能报答你当年对我的所作所为 云雀子 你知道修行之经的存在 给老夫三个月的时间 是让老夫好好琢磨一下 到底与你们拼个同归于尽 换取修针联盟出手 是否值得 修行之经虽说被二代朱雀封印 一代朱雀无法操控 但只要弄碎这个修行之心 那么使得修行之经破碎 却还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代价太大 就连老夫的命魂都会在修行之经内留有一丝 一旦修行之经破碎 一旦修行之经破碎 那么老夫也会死亡 修真联盟不会轻易的插手一切修真心的事情 但前提却有一个 那就是修行之经不破碎 对于修行之经的在意程度 修真联盟是一种激进疯狂的态度 这里面虽说透着悬疑 历代朱雀尺都猜测不到到底为何 可却是知晓 一旦有修真心修行之经破碎 修真联盟必定会第一时间派人调查 到了那时候 你小小的仙仪族 必死无疑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不就是想让我慎重的考虑吗 不想把我逼得太急 晕雀子 老夫便与你玩一场游戏 若是你能在老夫寿原断绝之前赢了我 那这朱雀星给你又如何 可一旦你输了 那么老夫便要疯狂一把 毁掉整个朱雀星 拿你仙仪族垫背 老夫做不成第一个朱雀子 也要做最后一个朱雀子 你莫要给我机会 朱雀子双目的疯狂之色浓郁 狂笑起来 朱雀大陆西部 此地是一处平原 地面上密密麻麻有很多简易的棚屋 远远看去棚屋不下上千 一个个修士 或在屋内或在屋外 盘膝打坐 这些修士 绝大部分都是五级修正国的弟子 此地使朱雀大陆西部防线 三个月的缓冲期 对于这些修士来说 也是一个难得的疗伤期 不过 防备却是始终没有停止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修士 外出巡逻 在距离他们所在之地万里之外 则是一大片浓浓的黑雾 那里 是仙衣族西部进攻大军 在修士防线的中心位置 有一个较为华丽的棚屋 前锋此刻盘膝坐在屋外 红蝶站在他的身后 双目黯淡无光 透着迷茫 与一丝隐藏极声的挣扎 前锋目光如电 盯着远处万里之外的黑雾 面色极为阴沉 老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夜下危机之际 不如放弃朱雀星远远离开 等有了反抗之力后再回来就是 像现在这样僵持 时间长了 人心定会溃散的 他沉默少请冷哼一声 目光闪动自语道 不知道那个曾牛此刻在何处 此人敢伤我 若是让我遇到 便要把他的意境吞了 十亿尊魂帆虽然强大 但老家伙给了我一个法宝 看那老家伙的在意程度 此法宝应该威力极大 有此物在 对抗曾牛的十亿尊魂帆 我也有一定把握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用老家伙给的法宝 这老匹夫一直隐藏极神 但他却不知 我早就看出来他对我的态度有些诡异了 要吞这曾牛意境 还需要师妹的帮助 这倒要仔细地算计一下 吞是此人意境 再收了师妹 我便离开这朱雀星 天大地大任我逍遥 区区朱雀子的称号 若是以前我倒有些在意 可是现在 朱雀星大乱 这称号得之无用 不过临走前 子欣那个贱人 我定要把他生生虐杀 一个月后 赵国诗音宗所在的那处荒凉的平原之上 出现了一人 此人是个青年 他一身白衣 脸上露出浓浓的沧桑之色 他正是王林 离开了仙怡之地后 王林没有休息 直接以楚国的传颂阵 去了狱外战场 他准备在那里收取游魂 修复尊魂帆 可惜 游魂虽然找到了 但这游魂却是根本无法修复尊魂帆 一旦有游魂进入魂帆内 便会立刻发狂 不是吞噬魂魄 壮大自己 就是被魂魄围攻 生生破灭 好似两者之间 先天相克一般 水火不容 如此一来 以游魂修复尊魂帆的方法 失败了 至于吞魂 王林也抓了一只长士 但最终结果依旧 至此 他放弃了以此修复的办法 离开了狱外战场 现在 王林的最后一个目标 便是当年在赵国诗音宗地下深处 看到的那具庞大的身体 那是带着巨魔族来到朱雀星 并且定居在此地的巨魔族先祖 王林处带内 有一杆巨斧 此斧便是这巨魔族先祖的武器 来到此地 王林准备抽取 大量的巨魔族先祖血液 作为本尊 施展古神神通之用 为即将要离开 做好准备 朱雀星上的事情 王林没有兴趣参与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拿到修行之经抽回自己的命魂 随后海阔天空 离开朱雀星 去天运星拜师 在另外一片天空下 修炼至问顶期 朱雀星 他日后一定还会回来 但当回来时 他绝不会让自己如现在这般随波逐流 而是仿若帝王一般 让那一代的朱雀子需要仰视 还有修陈连盟 到底是何种庞然大物般的存在 有机会 我一定要去探查个明白 王林深吸口气 抬头看了看夜空 礼仪更浓 不过 在这之前 朱雀子我虽说没有势力对付 但他的两个弟子 刘梅玉前锋 我倒要领教一二 不过 但他真的会把你忠め